将血液抽出在密闭无菌的离心组件内 借由血液分离机分离出血小板 其他成分如红血球再送回捐血人体内 邱先生当初因为家人开刀需要血小板 才知道原来捐血小板和捐血一样重要 我们家有一个人就是之前开刀 然后就是需要大量的血小板 对然后所以就是从那次起 我就有时间就会来捐血小板 然后也知道说其实血小板蛮缺的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自己有那个血液凝固的问题 他自己不知道 然后一开刀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血小板功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会临时需要很多的血小板 所以我觉得捐血小板这个是可能比 就是跟捐血一样就是是很紧急很需要的事情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因为捐血小板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大概90分钟左右 那因为我工作比较弹性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个捐血小板 然后两个礼拜就可以捐一次 不像说你如果捐血的话可能就是要隔三个月才能捐一次 血小板有凝血和止血功能 许多正在对抗恶性肿瘤慢性疾病或严重创伤的病人 因血小板低下必须接受血小板输足治疗 捐血中心也发现近年来血小板使用有上升趋势 以我们台北区中心负责这个北部地区 医院我们有发现 血小板的用量其实比红血球使用的量 上升的趋势还更严重 就是说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些 北部地区我们可能有一些癌医 就是血液方面的这种癌症的疾病比较多 所以近年来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对于血小板来讲 当然是如果民众有时间的话 我们当然是欢迎可以来尝试看看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血小板收集 是叫分离住血小板 那通常要你有捐血过 要有经验 然后因为这时候你所曾经捐血的经验 那来捐血的时候 你大概要至少要留大概两个钟头的时间 它不像一般捐全血 你只要可能15分到30分钟就够了 它比较要花时间的 那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如果借这个机会 如果有更多的民众参与 那我们大概是很欢迎 只要年满17岁 一年内曾捐过血 体重60公斤以上 且常规检验合格者 就可以捐血小板 但由于需要分离机来完成 目前仅在捐血中心 捐血站和捐血室 才能提供这项服务 记者林喜慧 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